HELLO 今天天氣這麼好 當然要出去做一些戶外活動去曬曬太陽 今天會和你們一起去Vancouver的必去景點之一 及Landlord Suspension Fish 距離Downtown 大約30分鐘車程左右 或者超級近 我們現在就一起等車出發吧 Let's go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Capanando Suspension Beach的入口 這裡是買票的成人 一張票是$55加幣左右 因為我們有學生證 所以是$42加幣而已 順帶一提 在園區裏面有提供免費的Cirtle Bus 在市區裏面有很多不同地方都有Pick Up Point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我下面info box看看資料 你進去之後在左邊就會見到一條走廊 這條走廊就會寫了很多有關這個吊橋公園的一些歷史 因為另外一條橋要等10至15分鐘才可以再走 所以現在就先挑戰這個Cliff Wharf 我們來看看 Cirtle Bus 它是2011年生理的橋 顧名思義它是懸崖邊的步道 你們也看到這條橋是很窄的 而且它沒有另一條吊橋那麼窄 但因為它很窄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要拍照就要盡快 不然後面就會有很多人等著你 這條橋是橫跨過Cappellano River的 它大概有137米那麼長 也有70米那麼高 超級震的 不斷震震震震 其實這裡的吊橋比我想像中震震很多 我原本以為它是很輕微的震盪 沒想過就算是慢慢走也好 其實它也挺震的 所以我自己是挺喜歡的 因為我很喜歡走這些吊橋 我覺得很有趣的感覺 然後這個公園主要是由七橋 不同長短的橋去組成的 官方上網看是說走兩個半小時左右 我們現在走完就準備去公園裡的 souvenir店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鑰匙 裡面會有一個貓頭影的角落 裡面有一個叔叔會跟圖人講解關於貓頭影的知識 也會解答圖人的問題 對,沒錯,我就是買了這個雪糕 這個雪糕有三個味道 有Capellano Original、Coconuts、巧克力 我這個就是Original 這個雪糕是超級奶油的,很好吃 好可愛,救命啊 超快 來玩東西吃啊 好瘦啊 好可愛 我們一共用了三小時左右的時間 就走完整個釣跳公園 總配來說,我覺得這裡也挺值得來的 但是門票就有點貴 如果成人又買一張票,大概是要三百元港幣左右 那你就要自己含論一下,究竟會不會來這個景點 但如果你是喜歡大自然環境的話 我就很推介你來這裡 因為這裡始終都是Vancouver必去景點之一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來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LIKE 還有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Bye Bye